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想見各位朋友 歡迎回來 我們現在來看看台北 非家非家 走到帶把牙 來 台北 來 博小修 你先來好嗎 台北 你怎麼分析 這是柯文哲的這個奪票式 老實講 就當然 有人覺得柯文哲的實力還是不錯 雖然失去了姚文智那些選票 至少還是有上 都很少年了 然後支持他的人 也都 也因為他的外衣現象 包括你剛剛提到的時代力量也有三行 包括這個高嘉儀也有三萬多票 最高票 但是我是覺得這個選戰是一時的 政治是永遠的 就是說你柯文哲這次這麼選 你跟擔保你 以後如果你還要選什麼時候 你有今天這樣的優勢嗎 我是覺得會遞檢 就像宋楚一一樣 到最後選到最後剩下幾千票都有可能 因為台灣的政治本來就是這樣 台灣是一個非常變化非常新式的地方 包括蔡英文 上一次不是威風鈴鈴 不是拿了那麼多的選票 但這次兵敗如山倒 所以我是覺得其實這一次 柯文哲這樣的拿到這個票 其實對他已經是一個非常大的警訓 當然他也可以自我安慰 說你看我不靠立營 我還是有這麼多選票 但是老實講 你看選戰最後的晚上 我的觀察除了說年輕人之外 也有很多傳統的立營的支持者 出來挺他 然後這一次即使那三千多票 贏得也不是很光彩的 為什麼 因為到最後是一邊開票 一邊投票 一邊投票 你要不要屁一下 對啊 這個是莫名其妙 這個老實講 網路上都有人 甚至說這個忠賢會有毀賊 是不是這樣我不知道 老實講你要好好的去查 這裡面是不是有鬼啊 世界上好像沒有這種情形 完全沒有 這是一個世界上政治的大笑話 那怎麼會發生 台灣又不是說 今天才開始實施選舉 老實講台灣的這個電腦科技 又那麼花靶 難道不能用網路投票嗎 這怎麼樣 所以這是非常有問題的一次選舉 公投就可以網路投票 對 對 然後你到最後是大家一邊看手機 一邊投票 這樣公平嗎 我看那個姚恩智的票這麼少了 丁守中和柯文哲 我兩個我要選一個 我當然說要選 剛好他講一個讀盤的時候 那不是參考值嗎 對啊 所以這是一個 我覺得 阿伯也不要太高興了 因為你之前你是80多萬票 你今天變成這樣 其實你還是要檢討了 為什麼一些選民的這個忠誠的支持者 為什麼會背棄你 棄 這個當然是有問題嘛 然後你不要以為說你這次 這麼樣的奪票 你以為說你就萬無一失 甚至可以說0.0出來選總統 這也不一定了 台灣的民意如流水 你像總統這麼大的選區 除了像你自己講的說 這個智庫 中國的智庫 中國的學者 一直是建議我出來選總統 你不要相信中國人的承諾 中國人的承諾是會變的 你今天他們覺得韓國瑜比你還好 要搞不好去阻止韓國瑜的 所以我是基本上我是覺得 這也是一個選民的一個考驗 然後老實講最後確實是氣泡效應 尤其是你看那個蔡壁滷是不是 他那個貼LINE的那個 已經在LINE 還有他的一些鐵桿部隊 都在臉書裡面也是發出這種聲音 說你投票給柯文哲是沒用的 然後老實講 包括我個人這一年來的街址裡面 我發現文化界裡面 和媒體界裡面 也很多也是支持柯文哲的 常常也是滾了油水 但是我們馬桑你不是說柯文哲他背後 是紅色的支持力很強對不對 那這一點難道那麼多選民都不在乎嗎 整個來講 對不起 整個來講這次選舉 其實你可以看是 是立遠的忠實的主持者 比較沒有去投票 但是那些煩惱是年輕人 他們做事非常瘋狂 後太陽華世代的年輕人有一個特色 他們是經濟掛帥 他們就是覺得是給他們好的薪水 他們就往那邊走 包括到北京上來去發展都無所謂 那邊是一個沒有嚴恩自由的國家 他們也無所謂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一個趨勢 就是說我發現這個 或太陽華世代的這些年輕人 他們雖然是天然獨 可是這個天然獨很容易就改變 只要說人家提供一個更好的待遇 他們願意去追跡這個 我們從韓國瑜的這個 也是很多年輕人支持他 還有就是柯文哲也一樣 所以我是覺得這是非常要重視的一個問題 包括我身邊有這個在中央研究院認識 他本身身裏的色彩茂利的 可是他沒有辦法去改變他的你 他的柯子去投票給柯文哲 所以他在問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我當一個巴巴的沒有辦法影響柯林 是不是我教育失敗 還是說整個這個社會吃了什麼問題 所以這是一個台灣面臨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年輕人他們沒有這個深層的台灣意識 他們的這個都潛蝶式的 這個潛蝶式很容易被人家收買 因為這個台灣意識不是從你內心 從你的心靈感受出來的 所以這個也是老實講這是民進黨要付出代價 因為這兩年來他在教育文化媒體方面 對 完全一無作為 像阿畢那個時代 對 你跟那個阿畢那個時代跟杜正勝 對 就有辦法在立法院那邊論啊 對 但是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人為民進黨毆戰啊 為何毆戰啊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包括我剛剛提到的就是 茉莉的一個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員 他竟然發現他沒有辦法改變 黑米去投科匹 所以這是一個 我們即使選後 我們開始要很深入去影響 所以到底要用什麼方式可以去影響 吳強非常像在政經看民視他講說 綠營的在台北基本盤應該四五十萬有嘛 這次搖... 這次搖... 搖... 那邊還是有一些... 好 那你覺得姚文哲會被選得很委屈 大家都這樣講啊 敢不敢這樣 那天 守護台灣 在台北市的廣場嘛 我碰到那個台灣一個混有名的音樂人 叫做王明哲 王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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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曾經... 他昨天喝酒喝得... 他... 他說他已經在... 姚文哲那邊幫忙三個多月了 可是他覺得完全... 是被黨中央視為固 反而是他們大軍押境有去幫忙 蘇鎮章啦 黨中央的資源如果在雙北裡面 他是百分之百去幫忙蘇鎮章 對這個姚文哲是完全袖手無關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殘酷的一個政治現實 包括...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觀察到 那選戰的最後一頁 有一個小英的這個文青... 文達 現在在文化總會呼風望雨的 他竟然在後面 在那個扣批的場子之間 這是什麼一樣的跡象 這難道會不會給選民一個... 一個啟示嗎 所以你說這一次 其實老實講 如果與王明哲在那邊奮戰三個月的這個經驗 這是黨中央是秀了... 不管的 這是完全... 所以我後來看有一家雜誌 是嘛 他說這個... 民進黨的策略是習... 真習的習... 習謠... 寶科 抗兵啊 他說他是寶科啊 你還能夠要求... 要求楊文智能夠拿到多少票 那上次洪耀福那些不是在地下室被拍到嗎 這個是... 老實講 這是涉及到那個... 民進黨內部的這個權力分配 包括這個北龍改建案 這裡面有多少的利益 包括... 我們也看嘛 其實... 所以這個無縫不其量嘛 包括這個顯得會本來是... 一定要挺柯文哲的嘛 但是最後挺不下去 因為利益的基層環盤嘛 所以他... 我不是... 李兄嘛 就沒有辦法之下 他只要推這個搖文智 可是也不給他臉色看 也不給他支援 老實講嘛 今天如果說是一個SARS 一個那麼嚴重的一個戰場 你不給他這個防疫的衣服 你給他一個口罩 就叫他去打仗 怎麼打仗 我覺得這個... 姚文智這一次的選舉啊 就做的... 他... 就選舉本身來講的話 有聲有色 我覺得他是水擺猶榮 我覺得蘇貞昌是... 不行 因為為什麼這樣講啊 我的...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講蘇貞昌的時候 到新北市了 好...來... 我們到新北市了 我現在還沒... 我現在講完這台北市了 因為我講啊 我這一次... 我的戶籍目前是在新北市 但是兩場 姚文智的兩場我都參加了 對... 因為那個地方是我 童年在那邊玩的地方 熟悉的地方 你是角頭我知道 對... 所以我覺得姚文智這一次啊 在那個... 打的是不錯啦 我講純教選舉 下面人的回應都非常好 我覺得是不錯 所以蔡英文上面說 綠英 回來了 我就... 有回來表示曾經走私過 所以蔡英文的支持 我聽了就覺得頭痛了 對... 起步比較晚了 對... 他說回來了 我覺得... 純就選擇來講的話 姚文智是雖敗有榮 我覺得他的... 辯論是他政見非常好 對... 政見非常好 我覺得蠻好的 政見真的很好 那我們來講新北市好不好 我們剩下六分鐘 來... 談談新北市 新北市啊 你是新北市選民先講 我不知道 我還是投這個蘇貞昌 我絕對投他的嘛 對... 因為我們這個... 複巢之下無婉婉嘛 對不對 但是我講蘇貞昌以前我是... 選舉完了可以講 是... 蘇貞昌我以前對他是很有意見 我覺得就是說這個... 如果說要找個老派的 你還不如... 游喜坤士... 對... 我聽很多人講嘛 游喜坤士很實在很過癒的人嘛 對... 他比較能夠跟... 這個基層比較能夠感應基層的嘛 那個蘇貞昌是比較油一點嘛 我想實在 比較政客型 對不對 他上次自己跑去 說要選就是出問題嘛 對... 所以現在他輸了20萬嘛 對不對 你看蘇貞昌的話 從此... 這個例子消失了 這樣子 不會再選了啦 博江兄你來觀察 我覺得蘇貞昌其實是被那個... 他一直想要創新嘛 所以他一直想突破 對... 所以他... 其實他很認真 就是... 都是... 用了他的... 按理系 從台北市長選到新北市長 但是也造成一個結果 就是說 因為你這個... 打選戰的方式就是 和你傳統的不太一樣 所以你就一直在排斥那些... 傳統的這個力量 包括這個本土的... 或者說什麼 造成說... 最後... 最後就是說... 你那一套... 但是你又不是那一種能量的人 你的你喔... 你的你去幫你想出來的這個方式 要超越或怎麼樣 但是問題是你本身你是一個很傳統口味的人嘛 對... 所以你會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然後你又... 其實他是有... 還是有想跟本土的... 這個力量切勾啦 他的這個... 策略大概也是想說 這個... 要把餅做大 那我們不反對嘛 可是你問題對於這個本土的... 這個媒體應該要... 也要很重視嘛 包括我們這個... 但是... 這個... 我們本土的這個社長 對... 老實講 我看不出他有什麼分工啊 給大家一塊餅或是怎麼樣 所以這個也是... 老實講 你從新北市 還有你以前的台北市 你的選戰都是這樣 你要超越嘛 結果你超越不了你自己 你也超越不了台北這個... 傳統支持你的這個選民 對...可惜 所以這個其實我剛剛提到了 民進黨有一個假清高的文化嘛 他都認為說你支持我是應該的喔 我現在不要你喔 我現在要的是中間選民喔 你可以看這些都很明顯啊 真的你要去靠邊他們都不要聞到嘛 所以這個假清高的文化 就存在很久了啦 這也沒辦法 包括我剛剛提到那個王明哲嘛 他請到人... 去那個敬賢廠子唱歌唱到一半 賀賢人跑進來了 那個主持人把那個麥康弄下來 所以我們現在來歡迎這個... 可群眾 這個常有的事 對 文化人還有郭唱者是一個... 對... 這個不尊重嘛 但是就是你扣血嘛 就剛剛你覺得沒有人 然後我幫你找他 我怎麼打壓你 我怎麼找他你 你的票還是會投給我嘛 所以造成這樣一個現象 這現象在我碰過很多場子 都很普遍耶 非常普遍啊 所以這是老實講這也是大家啦 大家可能心照不鮮啦 那是對民進黨今天會選到今天這樣一個地步 當然這個無縫不起浪 所以... 有的人說給民進黨一個機會 給蔡英文一個機會 讓他們好好的檢討 那是不是可以達到這樣的成果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要觀察的東西 那是不是時間到了 是不是一個人30秒 這個怎麼樣對執政黨或台灣的朋友 講一個30秒好不好 我覺得台灣既然是說 民主已經走到這個程度了 台灣的言論自由是非常好的 選舉的話也是一直有選舉 所以我們大家還是要相信 要相信這個民主 相信這個制度 但是我們在這個技巧方面 要去多琢磨 你怎麼樣包裝 傳統的就是說 比方說我們綠營的話 傳統的有些東西要稍微改變一下 你用另外一種說法讓別人能接受 不要說還是講了幾十年還是那幾個字 讓人家聽了就不想再聽了 用現代的包裝 但是意識到是一樣的意思 我覺得這個要就是說 不管是民進黨或台灣 就我們本土的社團 每一個人都要好好去檢討 輸了就是輸了 大家要認輸 謝謝 好 佛祥兄 這次選舉其實就是 馬英九到最後也是嘗到這個敗居 但是問題是 這也可以看似台灣社會的這個脆弱性 因為我們的民主 自由已經推動了那麼久 照理來講 我們應該是 這個社會是比較健全的發展 所以有人說反正濕了 然後傷心一個晚上丟身就好了 但是我們比較擔心的是 因為台灣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我們面對中國這樣一個儲息激勵 然後你看現在韓國瑜打的這個經濟牌 我相信中國他們也會給他很大的一個力氣 讓他去好好的發揮 所以現在網路上出現很多人 唱衰韓國瑜或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是要保留 但是我們現在其實就是要好好的去加強台灣內部的這個新防 讓大家知道這場選舉造成的這個結果是怎麼樣 因為接下來老實講 中國他們這次能夠得到一個這樣成果 對他們來講是一個統戰的這個檢驗是這個成績高 是非常高的嘛 他如果以為這個樣子2020 他們也可以達成這樣一個成果的話 那台灣呢 是不是我們現在從明天或是現在開始 我們就應該要擦肝眼淚 我們就要開始想說2020 我們到底要怎麼做 這才是最重要的 我猜一句啊 是 昨天碰一個朋友跟我講 他猜就是說這個 韓國瑜一定是找楊秋鑫做他的副市長 有 楊秋鑫就站在他後面 他個子哀哀的就站在他後面 對 因為韓國瑜不曉得要怎麼做嘛 不會做 韓國瑜根本不懂 草包啊 草包 對 好 各位相信各位朋友 我們聽了我們兩位朋友講了那麼多 從高雄台中到台北到新北 大概有一個概念 那很重要一點就是 中共劉捷一呢 他這一次呢 打了一個非常漂亮的仗 那我們台灣呢 第一次碰到這種假消息 漫天的過來 因為我知道 他們很早以前就是台灣 招募各界的媒體的人 這個退役人士啊 以薪水15萬以上 到深圳那邊去做假新聞 那假新聞不是他們中國人做的 是台灣的媒體的人過去做的 一個月15萬塊薪水以上 這個消息我們很早就聽說了啊 聽說是金錢報那邊傳出來的 原老闆那邊傳出來的 好 既然他們會打出這個消息 我們台灣人完全在歌舞升平耶 那假新聞一來大家會相信 最簡單的例子嘛 日本那個津波那些來 什麼成年機場跟車子進不去 然後什麼弄得卸上電被電啊 然後副代表自殺啊對不對 這情形後來真的假新聞 那關鍵時刻劉寶傑 偏偏在罵罵罵 一直罵小英政府 假新聞都拿來當真資料用啊 我說腦殘的媒體不是嗎 好 但是2020他們能不能得逞 那就看看我們現在我們台灣人 能不能從這裡面覺醒 你們學到一些事情 才知道說好 我們下次要怎麼應付這個問題啊 2020馬上到囉 沒剩下多久囉 所以我們陸續會請很多我們台灣朋友 到我們棚內來 跟大家多聊一聊這些事情 我們同時的 我們要更請很多中國的朋友 到我們棚內來 跟我們講講 共產黨有用的是各種伎倆 什麼叫匪諜 什麼叫間諜 我們是郭斯瑞很清楚 在洛杉磯有沒有看到 還反攻還最嗆那個人 搞不好他就是匪諜之一 很難講喔 細胞是怎麼養的 以後我們再請他多跟我們聊聊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感謝